各位朋友大家好 乡村的孩子们该如何成长 在今天城市孩子被过度关注和关爱的这个前提下 我们中国的乡村孩子其实很缺乏关 很多孩子父母都不在身边 很多孩子在教育中间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资源 很多孩子他们都有这个心理上的缺失 孩子孤独寂寞 在成长过程中间没有父母的陪伴 乡村的孩子该如何走 乡村的教育该如何进一步往前推进 如何让乡村孩子多拥有和城市孩子 未来一样的前途和一样的奋斗的平台 这是我对乡村教育一直非常关注的这样的话题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方面尤其引起我很多的思考 在13号下午2点开始以及14号上午9点开始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将会在我的直播平台上来一起探讨这样的话题 希望到时候大家一起踊跃参与 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踊跃参与 大家一起踊跃参与